大家好我是杰西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旅游问答2 通关搭车 这边大部分都是有关于通关 还有要搭车你 从机场要到你的饭店的时候的一些过程 那这边一样有11个 比较多一点 有11个问题 那有11个答案 那同学可以先配对看看 那杰西的话就直接开始讲解 好 No.1 Would you like some help with your luggage? 你要不要人家帮忙你的行李 这个would you like就是do you want 你要不要的意思 Would you like some help? 你要不要一些帮忙 帮忙什么 with your luggage Luggage的话是行李 那在英文的话 Luggage跟Baggage都可以当行李 好 它都是不可数 可是假如是suitcase的话 行李箱 这就可数 行李箱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a suitcase toothcases 这样子 那Luggage跟Baggage是总成 就不能不可数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叫 carry on 应该有一批吧 carry on luggage carry on luggage 就是登机的行李 你要带上飞机的行李 所以也是有一定的数量的限制 假如你要带太多 那个空姐还不会让你带 carry on luggage 好 那不要的话你就说 no thanks I only have this one small bag 好 no thanks I only have this one small bag 我只有这一个小袋子 那就不用了 好 那会问你说要不要拿行李的 那个人就叫Porter Porter 有一个蛮有名的做袋子的牌子 你们可以看到上面一个行李语 好 那这个帮你拿行李 你就要给什么 tips 他为什么要主动帮你拿行李 因为他想要消费 所以你假如真的拿不动 请人家帮人家拿 要给一点点洗澡费 好 那那时候你就会说 yes please 麻烦你 请他帮你拿 拿到目的地之后 就给人家一点小费 这样子 好 第二个 number two may I see your passport 这是在过通关的时候 海关会跟你要护照 可是其实通常都不用等海关问 你自己就会递给他 对不对 好 所以是 sure here it is 就把破罩递给对方看 here you are there you go 也是另外 就是给人家东西的方式 去点餐的时候 好 那个 那个柜台人员把餐店准备好的时候 他拿给你的时候 他就会说 here you are 他会说 there you go 这样子 好 所以注意一下 他 其实他本身没有什么意思 他就只能给你这样子的意思 就知道一下就可以 然后另外啊 说到海关 杰西今年去荷兰的时候很妙 进关 陆关 就是陆关要进荷兰的时候 跟出关要回台湾的时候 海关第一句话 都是 你好 就是海关拿我们来练他的中文 这样子 然后看到你的护照是台湾 他就会跟你说你好 然后 那时候隔壁 杰西的隔壁是排小宝 杰西的外甥女 然后海关跟他说 你好 然后问他 去哪里 然后小宝就忍住了 小宝就没有回答 然后杰西以为他听不懂 那个海关的中文 赶快帮他说 去台北 然后后来 小宝才说 是因为我们要转机 我们要先到曼谷 然后再到台北 他一下不知道要跟海关说 是到曼谷还是到台北 那一般来讲 你讲目的地 其实就可以了 这样子 好 这有点小笑话 老大 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所以下次听到海关 跟你讲 你好 不用太担心 现在很多海关 都很厉害的 他们可能都在学中文 因为中国的那个 那个游客 可能太多了 这样子 好 第三个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你有没有任何要申报的东西 declare就是申报 No, just my personal belongings No, just my personal belongings 好 没有啊 只有我的个人 随身物品 那belonging 那个belong是属于 对不对 属于我的东西 我个人的东西 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的话 刚刚这个时期 我们说海关 那其实是出路径管理局 那真的会去报税 那个申报 那个地方才是海关 那有时候 有些是合在一起的 Declare申报 像杰西出国念书的时候啊 就有乖乖的申报 就是他 不是所有的都需要税金 就是你贷多少钱 好 贷超过大量多少东西 你都要跟他讲 那不然他查到的话 你也蛮麻烦的 所以假如不是违禁物品的话 那需要申报 你就还是要申报这样子 好 那要缴税的 最好还是乖乖的缴税 不然被查到的话 尤其像澳洲的海关 就非常严格 还蛮麻烦的 你就被罚钱 最严重最严重 可能会被侵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常说 Don't forge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Don't forget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这个坐车的时候 他上广播就会讲 不要忘了你随身物品 那现在还有这个 Please don't leav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unattended Please don't leave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unattended 好 什么叫 不要让你随身物品随意放置 无论看管 这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很多 也不是最近这几年 很多恐攻 都是把东西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所以假如你一个袋子 放在那边没有人看 大家就会很害怕 想说那到底是里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炸弹 还是有什么东西 所以自己的东西就随身都要带着 好 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点 好 再来 这个也是出入境会问的 How long will you be staying? How long will you be staying? 就预备在这边待多久 Seven days Seven days 好 两个礼拜你就跟他讲 Two weeks 一个月a month 这样子 How long will you be staying? 这边用未来进行式 表示你可能预期在这里待多久 这样的意思 那除了问待多久 还有时候会问你说 What's your purpose of visit? What's your purpose of visit? 好 你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什么? On vacation 还是 on business 度假还是出差 那有时候你可能说 I'm here for a convention 我来这边开会 I'm here to visit relatives 我来这边拜访亲戚的 好 这都有可能 看你自己要怎么讲 那拜访亲戚你说 这好难哦 那你就说on vacation就好了 你不用讲太多 好 那海关有时候 而不是海关 出入境管理局 有时候会是一样的 Anyway 他会问你说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你将会住在哪里? Where will you be staying? 你会住在哪里? At the Jacobson 这决戏不确定念得对 Jacobson Hotel At the Jacobson Hotel 好 Jacobson Hotel就是饭店的名字 At在什么地方 在这一家饭店 那你也可以说 At my friend's house 在我朋友的房子 My friend's home 在我朋友的家里面 这样子 好 然后 有时候 最好地址出的 知道一下 有时候 你在填写的时候啊 海关会问你这个地址 都讲海关 出入境管理局 Anyway 差不多 那个差很多啦 但是有时候会是 几乎是 合在一起这样子 好 出境管理局会问你说 这个饭店的地址在哪里 在填写资料的时候 杰西记得有填写过 你要把那个饭店地址写出来 你住在哪里 你朋友家 地址在哪里 你都会需要知道 那有时候他还会请你给他看 那个回程机票 确认你不是要跳机的 这样子 好 那这边的话 大致上就是通关的时候 他可能会问你一些 比较简单的问题 这样子 为什么来啊 来这边 裸酒啊 然后来这里 你要住在哪里啊 这样子 他有时候甚至你 问你说 你几月几号要回去 这样子 看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 好 再来你要去坐公车 或坐 用其他的方式 你要到 那个市区的时候 通常 飞机场跟市区都会有一段距离 好 Excuse me Is this the right bus stop for the subway station? Excuse me Is this the right bus stop for the subway station? 不好意思 这个是正确的公车站 什么样的公车站 到地铁站的正确的公车站 好 可能你要坐地铁比较方便 可是你要先坐公车去转地铁 好 但是这个人回答 I'm sorry I don't know I usually work upstairs I'm sorry I don't know I usually work upstairs 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 我通常都是在楼上工作 不在这边工作 这样子 好 所以遇到人家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你就知道是找下一个 所以当有外国人问你的时候 请你不要为了要练习英文 跟他们讲你不知道的事情 解析的同学做过这样 解析的学生做过这样的事情 当你不知道就说 I'm sorry I don't know 这样也有练习到了 不要硬跟人家讲那个你不知道的东西 这样就不太好 人家会有点不好的印象 因为你跟他讲了之后他找不到 好 来 再来 好 可能你问到了别人呢 他跟你讲 好 这样一讲 你说 Do you mean over there Do you mean over there over there 通常我们不会光用讲的 我们通常手会去比over there over there也是一个方向感 一个方向 所以你会比over there 你的手可能就比 是在那边吗 你指的是在那边吗 Yes where the people are waiting Yes where the people are waiting 对啦 就是人们在等车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那里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有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什么 就是对一些介细词 你要不要说什么 on the left on the right across from somewhere next to something 这种在壳壁 在旁边 在对面 这个介细词 要稍微熟悉一下 好 那不熟悉的介细 之前有讲过那个指引问路 那个可以看 稍微看一下 好 Where can I catch it Where can I catch it 那个it的话 指的一定就是 那个交通工具 我可以在哪里搭 好 在哪里搭 搭什么 搭可能 公车 Bus stop 42 It's in front of the newsstand Bus stop 42 It's in front of the newsstand 好 42 公车站牌 42号 可能就是42号的站牌 好 在报摊的前面 这样子 所以in front of 在前面 那behind 在后面 next to 在旁边 都要记一下 好 再来 What's the best way to go to the Jacobson Hotel What's the best way to go to the Jacobson Hotel 要到捷克伯深饭店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我要到这个地方 到饭店 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What's the best way 好 那 to go to the MRT station 好 可能会被人家问到 我要怎么样最快可以到监运站 那姐姐的学生每次都说 take a taxi 好 坐自然车最快 就不用暴露了 叫他们坐自然车 好 那没有那么有钱啊 出去 国外一天到晚 就坐自然车的话 那真的会破产 好 Shuttle bus goes there every 30 minutes Shuttle bus一般我们讲的接驳公车 那其实它有就是那种机场来回巴士那种 Shuttle bus是从一个地方到固定 从一点到一点这样子的公车 这样的车子 好 那有一台机场来回巴士 又到那边 30分钟有一班 好 那最后的这边 Hello can you help me Yes of course Hello can you help me Yes of course 好 你可以帮忙我吗 Can you help me 可以的话你就会说yes of course 然后 不行 你不会 人家还没有问你 通常你不会直接说no 你通常会问 How can I help you 如何能帮你 Can you help me Sure How can I help you 我要如何帮 帮 这样子 好 比较好 比较好 那人家都还没问你直接就说no 有点不礼貌 你可能yes sure 好 然后他问了之后 I'm sorry I don't know 这样也没关系 好 不要拒绝太快嘛 对不对 好 Excuse me miss May I have a blanket Excuse me miss May I have a blanket of course would you also like a pillow of course would you also like a pillow of course would you also like a pillow 好 这个是 对不起 这边跳到飞机上 因为飞机上的都还蛮简单的 解析只有用这一个 好 当你要跟那个 空中小姐要碳子的时候 好 可不可以给我一条毛毯 Can you use can I May I could I 都可以 那May I是比较客气的 branket 这个字可以记一下 毛毯 好 of course would you like a pillow pillow的话是枕头 所以我们通常的话 一般来讲 节系上次出国的时候 短程的时候呢 他不会给你毛毯跟枕头 长程的话他就会给你 那也不一定 有些每家航空公司就不一样 好 那你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要 这都是可以跟空姐要的东西 好 那有时候你比较 没有那么幸运 My headphones are not working 好 Excuse me My headphones are not working 我的耳机坏掉了 这时候他就会给你复兴的 好 不用忍耐 就没得听这样子 这样就还蛮可怜的 一路上万一13个小时 哇都没有余了 除非你真的像 解析家那个大宝 他们 大宝跟小宝 从荷兰回来的时候 一路一直睡睡睡睡睡睡 十几个小时这样睡 睡到台湾 没有中间换机的时候 起来 这也是很幸福的 好 所以呢 大致上是这样 这边是在讲通关跟等车的部分 好 那有人说可不可以讲一些转机啊 或者是挂行李的 那些部分 结析再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有的话就在 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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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